这个电子拆开测量均有3.3米的长度 一个充电宝 用上了特斯拉CBtry同款汽车电池 它的容量达到了25000毫安 这真的还假的 大家好,我是光特机电 家里的充电宝好多 有些是买的,也有是我自己做的 比如这一款,已经古包很严重了 然后我又淘了一款 这款是马拉松的移动电源 容量达到了25000毫安 它支持重度跨充协议 因为这车危机的电芯 可以轻松搭上飞机 顶上面,一个A口,一个C口,一个开关 A口负责输出 C口可以输入,也可以输出 当面还配了两个硬件的充电线 重点是我有点不相信 这种移动电源 它会使用特斯拉CBtry同款的4680电池 要知道,当年特斯拉发布4680电池的时候 是有多么的火爆 眼见为时 为了码住大家的好奇心 我把它拆出来了 长80直径46 所以叫4680电池 特斯拉的4680电池 为什么这么火爆 我再把这个电池拆解 让大家看一看 这个电池里面它到底有什么黑科技 大家看 电池的两端比我聚开了 取下外脏 这边是正脊 铜片的这一面是负脊 现在看正脊的构成 外面有一个像花瓣一样的 很薄的铝片 这是急流旁 正脊电牙从这里引出微镊子 轻轻把急流旁慢慢地撕下来 大家看到没有把急流旁取下来之后 下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积耳 所谓积耳就是把正脊或者负脊引出来的导电体 有点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结性柱 就像我们普通的聚合物电池 正脊引出一个 负脊引出一个 这就是它的急耳 而我们这个4680电池 里面密密麻麻 数不清的急耳 这就是特斯拉宣称的全急耳设计 也就是无急耳设计 4680电池 比普通的1860电池 体积大很多 在常规情况下面 电池内部的电流流向 要这么远 那么它的内阻就会变大 发热量也会变大 而4680电池 它就不找寻常路 它外面全部是密密麻麻的急耳 电流可以找绝境 通过每一个急耳跑出去 然后再通过急流旁 把它们归集到一起 再引出去 所以它降低了列阻 提升了电流的向线 可以支持更大功率输出和快充 再有 列阻减少 发热就更少了 能量损失就更少 也就是说它的转化效率就更高了 电池的列阻小 到底有多小呢 我们用数据说话 用专业的列阻测试仪 测量三种电池 进行对 一个是普通的干电池 简线电池 一个是1860电池 再有 就是我们从 马拉松移动电源上面拆下来的 4680电池 普通的简线电池 59核 1860电池 15.7核 4680电池 2.52核 确实不错 所以 这款充电宝 从它的电影使用情况和诚意 无事推荐的 请点赞加关注 支持一下 下期 我再做一个容量和转化效率 给大家看一看